所以你進來的這個one note任務裡面之後呢 你可以看一下這裡有一個提升工作效率有沒有 你把它打開這個 你把它打開這邊 像這樣子有沒有看到這個 好那你就可以把它點一下 這樣就進來了 那每一個教材我可能都會連到一個網頁的內容 或者是其他的 有沒有這樣這有一篇文章在介紹這個的 好介紹這個的 那這樣子呢你就可以看 如果你要做筆記在右手邊這裡 各位進來應該都會預設會顯示筆記 好你可以有兩種筆記的方法 一種就是所謂的什麼 這種文字式的筆記 這樣好我按確定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那預設的話呢 這個如果你不想別人看到 你就把它鎖起來 就只有我跟你可以看到好嗎 好這個地方 當然你可以在編輯也可以第二個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呢你也可以熟寫筆記 什麼叫熟寫筆記呢 我就按一下 可是它會告訴你 你要有安裝所謂的擴充工具才行 好那我們這邊用Google Chrome 我就按一下 你就可以連到那裡 好這邊 先把它安裝一下 待會呢您在右上角這裡 我把它新增 右上角這邊呢 會多一個圖示出來 有看到了 有沒有 多一個跑出來了 這個時候呢我把這個網頁關掉 這個我重新整理一下 不管你是影片的還是網頁的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我如果在這邊 好我把我的筆記顯示出來 這裡還不用 沒關係 好我就看 我哪個地方你要做筆記 好到這邊我按一下 它就會自動幫我們把這個畫面有沒有拍下來了 所以你這個時候這支筆 你就告訴他喔這裡要注意這裡 這樣有比較快嗎 好可以嗎 按一下 這裡就是確定 好你看一下我這樣好了 有沒有 我有兩個筆記的 你可以再打開 是不是這樣就看到了 這樣你的教材跟筆記是就在一起了 所以下次你打開這教材 我一看喔 原來我以前有做這個筆記 這樣是還蠻好用的 如果呢 你看到的是影片的話 更好 你知道嗎 我看一下我有放影片 你們翻這個 我應該沒有放太多影片 沒有 如果你有影片的話 比如說你在看影片的時候 這邊我加了一個影片 那一樣的 我把筆記顯示出來 如果你今天 在看這個影片的時候呢 欸比如說到這裡 欸它有一個 嗯我覺得不錯的 你就來這邊 我先暫停一下 不管你做的是文字筆記 好按下確定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有沒有 有沒有幫你記住你是在什麼時間做的 所以說今天如果你看到後面了 好 我已經看到這裡了 我要看一下這個筆記 的時間就把它點一下 有沒有自動恢復到2分8秒 因為影片有時間嘛 所以說欸你在哪一段做筆記很重要啊 好不然你再重看一次 有時候 就有困難 對不對 所以這樣有沒有比較 理想一點 可以齁 這個是在OneNote裡面 你可以看到 呃 我們做筆記的方式 你可以像這樣去使用 所以我才會跟各位說 你如果用 相同的 不管是訪客代碼或帳號 你做的那些筆記 就會繼續留著 好 就會繼續留著 OK OK